他的正确答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题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题 在作者看来 我们的这个将移民吸纳入 叫Obsoption 吸纳入美国的社会 他是怎么样的 给他一个评价 好那当然这个例子题 我们前面也已经给大家抛砖引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借这道题的东风 我们再把例证题 好好的给大家回忆一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第一题上来 它是一个猜词题 你会发现这个单词就出现在 我们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那么在第一段第一句话里边 它被一个逗号一分为二 前面说的是inspinal 这个词圈下来 这表示的是阅读的逻辑当中的 叫什么让步 叫尽管怎么怎么样 尽管我们在没有止境的 叫有无休止 叫endless 在讨论一个区别和不同 那美国社会应该是一个 令人感到什么样的机器呢 令人感到惊讶的机器啊 这个机器是用来怎么样人们的 所以啊 你看我们说你把这个inspinal 我们说啊 词汇题归根结底是要找它的上下句之间的逻辑 这个逻辑指的是相同的逻辑 或者是相反的逻辑 就是如果一句话 它和我们的下一句话之间是相同的 你就找它的同一词 如果它们中间出现了but 转折 你就去找它的反义词 唐叔说清楚了吧 这个卡了 卡了吗 各位 我这挺好的呀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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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个你们吓我一跳啊 我这一直非常好啊 这个柱上那边如果 好 这个我 好 你大家先别刷屏啊 我跟你重讲一遍 这个 我要确保一下 就是是我的问题呢 还是你们的问题 有没有 一直就没有卡的同学 给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有没有一直没卡的 我就大家都卡了一下 有一直没有卡的啊 好 这样如果 待会儿如果再出现大面积的这个卡顿的话呢 我就重启一下我的电脑啊 好 我们首先来看啊 就是这个重新讲过啊 我们说对于一个词汇题而言 词汇题的本质 其实就是找 它上下句的一个逻辑关系 就相同和相反 这点好理解 对吧 就如果你要猜的这个单词啊 它在第一句话里面 好 那你看它的下面一句话 对吧 下面一句话如果跟它之间没有任何的转折 是相同的 那么在下一句话当中 你一定能够找到这个被猜单词的一个同义词 那么如果这两句话之间是用了but yet however 这种转折词三连连接 那么你就可以在下一句当中找到 我们这个被猜单词的一个反乱词 对不对啊 ok啊 好 那唐书在这边要特别强的力点就是有时候你是找上下句 因为大多数时候你是找上下句 但有时候请你不要忽略它的句内 它纯天然的就有这种逻辑关系 例如我们的这道题 你看 它要猜的这个单词 叫homogenizing 它所在的这个句子呢 对这个逗号一分为二 逗号的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词 叫insvite out 叫表示尽管 我们都知道尽管是一种让步 让步它也就意味着转折 所以呢 它们前后之间一定是一个相反的逻辑 唐叔说清楚了吧 那么因此啊 你就能够在要猜homogenizing 逗号后面这个单词 我们就在逗号前面去找它的一个反义词就可以了 那么前面这个反义词就是difference 所以我们这个单词就是把difference取反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 所以你来看一下difference叫做不同 那homogenizing的意思呢 它就应该指的是相同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ABCD的四个选项 找一个表示相同的一个单词 对吧 那就是我们的正确单 那么和相同最接近的一个含义的 就是我们的C选项叫assimulated 叫同化 你看这个单词怎么来的呀 是不是原音放在我们的开头 对吧 然后呢 双写后面的辅音 我们都知道 这在构词的当初这个构词的方法叫做强调 对不对 它不改变这个单词的含义 对了 起一个强调的作用 好 那你再看一下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是sim 这个词根本身是sim 我们说构成单词词根的时候 它就等于原因可以互换 是等于sam 是就等于same 对不对 或者呢 你看啊 你把as拿掉以后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单词叫similar 非常好啊 是不是就是相似的 那所以这道题是不是就最接应我们的C选项 所以这道题就非常清楚的搞定了 所以通过这道题 我们就复习了咱们的词汇题的一个基本的作题的思路啊 这个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同学给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 那么在词汇题当中我们就不再耽误太多的时间 没有听明白的 我们再回去看一遍啊 这个回放足够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一个比词汇题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当我们继续往下来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这呢 是不是啊 首先我们的提问当中啊 大家想想 我们的第五题 他说在作者看来 对不对啊 我们把我们的移民啊 吸纳到美国社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给了一个评价 大家看一下那个ABCD 是不是给予评价 对吧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在自己读文章的时候啊 你看 他说叫homogenizing people 是不是叫做把人们进行同化 那么把人进行同化 是不是也就是将移民吸纳到 美国当中来 美国是一个大龙鹏 所以因此啊 各位学学 你在读完我们的第一句话以后 你觉得除了我们做题以外 哪一个信息是对于我们阅读这篇文章最核心的 大家告诉我 非常棒 非常棒 非常棒啊 果然啊 你看跟着唐叔这个 今年第四节课 横着腿已经上到了 对不对 好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amazing 为什么amazing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词 英文amazing是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可能说把它翻译成叫做你去查啊 由于开始啊 你又不吸取教训了 你去查那个英汉字典 你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 抓不到它的要害的啊 一定要去查 唐叔都说了呀 很多免费的资料 柯林斯的那个啊 双解 你们来看一下他的感情色彩啊 对不对 他确实叫surprising 除了surprising以外 你看下来 有没有同学你们这个用电脑听课 你马上对啊 你来看一下是makes you feel pleasure 非常棒 非常棒啊 非常棒 你看啊 感谢这个周炳清同学 你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柯林斯的这个解释啊 他会让你feel pleasure 所以你平时在看那个 你们看那个NBA啊 解说的时候啊 你一旦进球了 他怎么说 what an amazing goal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精彩的进球 他一定是说这个球进了 除了出其不意以外 unexpended 他一定代表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爽 好酷的感觉 我说清楚了不各位 所以对对对 你老听到amazing amazing amazing 对不对 他一定在说什么 好的事情啊 所以因此啊 在我们的文章 开宗民意就在谈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已经为你解决我们的最后一道问题 埋下了伏笔 来各位同学 所以啊 你们听课听的就是你们在读和你们听唐叔在讲课的时候 那个差距 所以但凡各位同学啊 我的要求 你不仅要做这个题目 但凡你在分析自己的阅读文章的时候 没有抓amazing的同学 请各位同学 你自己都要在笔记本上给自己记一笔 好不好 就说这个地方 你没有复习到位 啊 对对对 肖肖乐也是 对不对 unbelievable good good unbelievable amazing 是不是这种感觉 啊 你看我 我没事 我也玩肖肖乐 啊 好 好 接下来啊 好 我们来往下来看第二题啊 所以我我再次强调一下各位同学 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没有注意到amazing的同学 哪怕你听不着做对了 唐叔一来说在这个地方你是不及格的 请引起你的注意 好不好 好 往后来看啊 他说我们的第二题问你的是这种这个19世纪的这种百货商店 他怎么样了啊 好 往后来看 百货商店同样就出现我们低端当中啊 所以往下接着来 他说 啊 there is a democraticizing uniformity of dress and discourse 啊 他说我们目前这要必须行啊存在一个叫民主对吧 或者统一在哪方面民主统一呢啊 啊 着装 那discourse他指的是这个言谈对吧啊 就是告诉你就统一了 and the casualism and absence 的 啊 deferences啊 啊 那而且是casualist指的是非常的随意对吧 啊 然后呢 是一种叫缺乏尊重 其实这个你不用管 他不就是告诉你人们啊 就不再是穿那种西装革履了 对不对 你看以前那个什么美国黑帮电影的时候 所有人都穿的对吧 啊 都是那种uniform制服 但是现在你看都穿非常的随意啊 T恤啊 等等等等 好 那么people are absorbed into the culture of the consumption 啊 那么其实后面啊 我们分析啊 咱们整个这个句子的逻辑 后面我们说毫无疑问 和前面的各个句子之间是不是 来赶紧做笔记啊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转折呀 是没有转折的 没有转折是不是要相同 对不对 那废话老师你不白讲了吗 好 我要提醒你的是 一旦是相同 我们往往可以优先考虑什么 是不是因果逻辑啊 对不对 对呀 就是为什么美国它是如此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叫amazing machine 或者是它是如何来同化人们的呢 它通过以下这些手段 对不对 好你来看啊 它通过什么来同化的 哎 它就是通过一种消费的文化 那么这个消费的文化 它就是由来launch这个词 你做记号了啊 它指的是由谁来发起新设立 对吧 好了啊 它指的是由我们的十九世纪的这些百货商店来发起的 那么那这个百货商店它怎么样的呢 来后面有一个定义丛句 that 它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啊 vast arreals of goods 就许许多多的 那么在我们的一个非常优雅的氛围当中 对吧 你看购物的那个环境啊 然后呢灯光也特别的明亮 对吧 里边的人都穿着人模狗样的啊 就这种好 来instead of 我们说过instead的比较相同 但是instead of 再次强调 它就表示相反了啊 所以来旁边著名表达否定 啊 那后面跟咱们的一道题目是密切相关的啊 好 所以我们说阅读的本质是逻辑啊 来 它并不是一种intimate intimate只是非常私密的 对不对啊 它并非是一种私密的 你看商场嘛 肯定都是非常开放性的 对不对啊 并非是一种私密的商场啊 而这种私密的商场后面有个定义来修饰 以前这种私密的商场啊 它是用来catering to knowledgeable elite 以前这种私密的小店 它是用来啊 就像私人定制 是用来catering to 指的是迎合 它以前是用来迎合那些啊 知识分子们叫knowledgeable的elite 指的是经营阶层 对不对 但你说啊 我们说童话呀 应该是什么啊 应该是民主的呀 民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当中啊 所以说 现在这个商店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词 instead of 他们不是去迎合 我在这边翻译一下 叫少数人 我说清楚了吧 他不是迎合少数人 那他们是什么呢 你看 this world stores anyone could enter regardless of the class or background 他们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无论他们的阶层或者是背景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public的过程 对不对 好了啊 你不像以前 以前都是私人俱乐部 私人会所 那只能是精英去 现在有了商场 对吧 你有钱人可以去 你没钱人也可以去 所以你看他就起到什么作用 来同化作用 homogenizing people 他提供了至少有一个环境 一个场地 一个条件 对吧 好了 那么this turned shopping into the public 他使得购物本身变成了一种 公开的民主的一种行为 对吧 然后紧接着还有我们的大众传媒 广告 体育 那么都在不断的在 给予同化作用 与动力 好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来做题 你通过滑出instead of 这个逻辑词 其实可以很快的帮助你们去排除很多的干扰 首先我们来看 他说这个19世纪的商场 他们百货商场怎么样了呢 好 来h学校 他呀在传递我们的叫做大众文化当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后半栏当中反复传递的一个中心思想 对不对 他为我们迎合了 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对吧 他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来购物变成了一个公开的 你看就是我们的A学校 好 你再来看一下怎么的BCD 你看BCD非常好排除 首先你来看B谈什么呢 来 B谈的是 来 intimate shows 他变成了intimate 来 你看一下原文怎么说的 他不是一个 所以B学校是不是和原文相反呢 我说清楚了吧 哪怕老师 那么这个intimate的这个单词我不认识 但并不反应你把B学校排除掉 因为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那个逻辑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C学校叫做他 他迎合了满足了谁的需求呢 来 精英知识阶层的需求 是不是也是被我们instimate off的一个逻辑啊 所以我们的BC选项 是不是都刚好和原文意思相反 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啊 好 最后 这个非常清晰啊 我们的BC 所以你要解决他来 旁边注明 是不是就是抓住我们原文当中的instimate off 对不对 好了啊 好 所以旁边注明是不是逻辑 阅读的本质就是逻辑啊 好 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地区一下啊 讲on to 把什么什么归因什么什么 把它自身的出现啊 他把这个商店 它的出现归于的是我们的叫做消费文化 各位同学 你注意一下 你看 人们被吸引到这个消费文化当中来 这个消费文化是由谁来发起的呢 是由我们的商场发起的 商场发起了消费文化 然后我们的地区上说什么 地区上说的是商场的出现 its指代他 是归因于我们的消费文化 所以 这是不是典型的叫做英国导致啊 我们不能叫反 是不是应该把它写成导致 对吧 前后导致了 好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个ABCD啊 每一个为什么对为什么错 我们都说的很清楚了啊 好 那其中我们最印象深刻的是不是就是抓住这个逻辑 你会发现过 你那四条做一道题又有一道题的收获啊 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干扰选项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大家发现了吧 你站在一个命题人的角度 你怎么设计这些干扰选项 就是 我们的信息 他要有干扰性 就意味着他的这些信息应该在语言中也找得到 但是他为什么错了呢 是因为他偷换的不是某一个词 而是偷换了逻辑的错误 我说清楚了吗 好 所以通过这一道题啊 大家是不是再次能够体会到各位同学啊 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必须同时兼备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他谈到的信息和原文保持一致 对吧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你的对手也知道了 但是往往对手会忽略的就是 不仅信息要一致 我们的逻辑也要与原文保持一致 好 就这一点啊 OK 好 接下来这个 有个同学直接是通过双影号排除的 这个你确实是一个方法吧 但是唐初反复强调啊 他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个凡语 各位同学啊 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引诱的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当上方宝剑 我们说这都属于叫外门邪道啊 我们还说人间正道是沧桑 各位同学啊 好 这个我接下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必说是为大众子 必选要错的 不是在这错了 是这错了 你是不是刚才掉线了啊 intimate shops 你看你看 对不对 好 各位同学啊 又卡了吗 因为我这儿还 现在好了吧 现在好了啊 好了就打一啊 你们一旦好了 你们就给我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 卡到了第一件啊 赶紧跳到这个65页来就可以了啊 好了啊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必选刚才说 问必选为什么错了 他说不是为大众服务吗 这个没错 错在错在哪 他变成了一个私密的商店 我们都说了 他不是一个私密的商店 对不对啊 好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三题啊 第三题说咱们这篇文章啊 在说明我们的移民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好 我们回到原文当中来 这个 接着我们要按照出题顺序和行文顺序 保持一致的方式 我们再往下录就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的第三段 对不对啊 第三段他看到他说 immigrants are quickly fitting into this common country 他说我们的移民们 他们很快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啊 叫做一个 common大众文化当中来 然后呢 the witch啊 那么给了一个修饰 may not be all together the other elevating 大家注意啊 这个定语从句啊 大家旁边注明 定语从句 它是可以用来修饰整个句子的各个同学啊 定语从他不仅可以修饰一个单词 现形词 他可以用来修饰前面整个句子 所以他其实想告诉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各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愈发点啊 他其实指的是前面整件事 就是移民他们融入到了我们的大众文化的这一件事情 本身啊不能说他特别的elevating啊 不能说他特别的优雅对你有提升的作用 但至少不能说他是有害的 所以要通过咱们这个地方的一个 使用词和副词这种感情色彩 尤其再加上咱们这个转折词 他其实是要强调的是 他其实并没有害处 他说说清楚吗 他是没有害处的 你看 heartedly不要否定 poisonous叫有毒的 没有毒 对吧 OK啊 好 这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了第三段话 我们结合一下咱们第一段那个amazing这个单词啊 我们整篇文章对于美国啊 他把世界各地的移民吸纳进来的一个评价 是不是就已经很清楚是一个正面向上的 你在做我们这种态度题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真的做到就时拿时稳 对不对 因为都是文章明确告诉你的呀 你看这就是你跟着唐书的这个克兰的一个好处 对吧 你以前你真的是不注意这些地方的啊 好 再往后来看 那么riding from the national immigrant forms 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啊 那个gr的一个人 他的报告当中则说 that today's immigration啊 你看today's immigration 是不是就是指的是immigration is now in the US 对吧 一个对应点啊 is neither at an unprecedented level 他既不是一个叫做啊 precede 他只是走在之前啊 并没有走在之前 既非空前啊 既没有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啊 不是说今天的移民人就特别多 其实历史上肯定有比了更多的 对吧 既非空前 逆非 来了啊 能够去抵制 对吧 我们的童话 就这个啊 也没有去抵制我们的童话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 唐书用这个灰色字体给你标出来了 对吧 灰色字体 那这个灰色字体呢 各位同学啊 有个同学老师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三重否定 不是三重否定 各位同学 我们在谈到三重否定的时候 是在一句话当中设计三重否定 对吧 你这都是好多句子了 你看这是已经是另外一句话了 对吧 好 再往后来看啊 这个 那么 接下来的灰色的内容啊 呃 咱们谈到 来 叫 都是数字 对不对 那么数字的出现 为了说明什么 是不是为了说明前面这样一个观点呢 就是今天的移民 他既没有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他也没有去抵制我们的童话 对吧 好了 OK啊 举例子而已 然后唐叔说过呀 那要意味什么 那要意味要么是我们的问题的答案 要么的是文章的中心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两段话就是分别针对这一个句子的展开 所以现在让我们不妨去啊考虑一下三个要素啊 index也就是我们的指标 哪三个指标呢 第一个就是童话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后裔的语言水平怎么样啊 就是能还还记不住自己的母语啊 以及他们是否在美国有了房产呢 叫home ownership 或者叫inter marriage 是否能够和异族的inter marriage 就通婚呢 考虑三个指标 所以接下来的我们的第四段 第五段就分别就设三个指标啊 展开了 但是你去先提后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针对他来提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快我们的阅读速度 对不对啊 我没有说去跳读 我只是告诉你 我们可以做到翔略得当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我们的第三题啊 第三题其实在这有呢啊 那么今天的移民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他们在抵制童话 好了 我们原文证实语告诉你了 他没有抵制童话 所以你看 我说清楚了吗 是不是又和原文意思相反 是不是弱级相反 好 再来看B选项啊 他们会对美国的文化啊 产生一个强烈的影响 好了 我们说他也没有达到一个 这个空前的一个水准啊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他也没有对他造成影响 你看 所以我们的B选项 和我们的A选项错误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好 再来看我们的C C说 hardly thread to the common culture 好 hardly thread 他没有对我们的大众文化产生威胁 哎 你看 我们的大众文化 然后呢 没有对他产生威胁 所以就是我们的第一句话的一个同意替换 同意改决 所以我们的C选项 没有任何题 好 最后来看我们的D选项 D说 叫做constitute 好 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是叫做组成 大家注意一下叫组成 考验当中考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单词叫constitution 叫做宪法 constitution 这是我们近年来考的最多的一个单词啊 叫constitution 叫宪法啊 美国的根本大法 也就是他的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他最基本的一个行为准则就是这个啊 当然其实美国公民一些相关的其实还是指他的后面的比较著名的25条修正案 那其中前10条是关于民权的公民权利 那是最有名的修正案啊 好 我们往后来看啊 不管是哪片皇上 我说过我们近从10年以后开始啊 几乎我们每一年都会都会这个单词是高频出现的啊 好 再往后来看 那么他组成了我们的这个人口当中的大多数这个无稽之谈 从来没有提到过 就美国啊 现在假设他有两亿人啊 那其中大概一亿五都是这个移民来的 没有提到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的思选项聊啊 所以大家无论是23题还是22题 大家都能够发现 我们的干扰选项的设计其实并不难 为什么 它是在语言文当中和语言文的信息相反而已 对吧 好 我们再往后来看啊 那刚才唐叔已经给大家做过铺垫了 第三段和第四段啊 所以老师啊 你们说的吗 那后面要么是中心 要么是答案呢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并不是答案 没有我们做题 但是呢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接下来啊 第三段和第四段话的一个总领概括呀 对不对 好 你来看啊 你看啊 到第三段分别谈什么 我们快速的浏览就可以了 你看 第三段首先来讲来 是不是在谈语言问题啊 然后除了这一块 是不是又谈了 所有房屋拥有的比例 对不对啊 有70%多的移民 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 他们都拥有了房产 对不对啊 这相比 你看相比那些啊 这个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 对不对啊 所以一般敢于去移民的人 非常的勤奋 好 到了第四段谈什么 来 是不是谈 来 marry 是不是intermarriage 好 足够了 对不对啊 OK啊 好 那这两段话就不再作为我们的讲解的一个重点啊 我们自己考试的时候你稍微就浏览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第四题 他也明确的告诉你了 我们的第五段话 为什么要去提阿诺德史瓦辛格和布鲁克斯这两个人 好 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的一个重点内容 好 那么通过这一道题呢 你看 首先我们来谈啊 你看典型的这是人物的大写 对不对 大写说明它是属于举例子 例子内容 对不对 关键它的提问的方式 提到它是为了干嘛的 对不对 为什么提到呢 你看你的回答 那提到他们是为了去做一件事情 好 各位同学 请你们把ABCD的四个选项当中的第一个单词把它圈下来 来 各位同学 此前你们听过唐书的那个方法论的同学 你们还记不记得 好的同学都说很不服气啊 老师啊 这道题怎么是例子题啊 我们讲过例子题它的来出题的标志 就是当我们在题材里边有这些词 Example Case 顾名思义 它都是例 对不对 然后呢 illustrate demonstrate 他们叫做通过例子来证明一件事 说明一件事情 好了 那么唐书最要强调的是不是就这个词啊 叫to 因为它太过叫subtle 太过微小 以至于很多时候容易大家在做题的时候把它忽略掉了 对不对 而我们今天又通过这道题啊 见识到了一点 有时候这个to 它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题目当中 它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我们的选项的一开头 ABCD四个选项 全部都有 各位同学 我们说过 作业题就要有一道题的收获 各位同学 你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这道题旁边把这种特殊的现象专门总结出来呀 对不对 各位同学 啊 明白了吧 啊 听明白唐书的意思的答意啊 你们是应该自己来做总结啊 因为唐书在PPTN我尽可能的都在提示大家 对吧 啊 我会 我会告诉你们啊 唐书总结 但有时候呢 我实际上总结不过还太多了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我就口头提醒你们 你看 你就见怪不怪卷多识广了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题怎么做 我们说例子题啊 基本的原则 来 叫例子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例子所支持的观点 那么观点呢 往往是在例子前 也可能是在例子后 对不对啊 那还有干扰的选项 往往叫就是论事 就是讲这个例子本身 好了 当你明白了我们这个最基本的做题方法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曾经在 历年当中 我们给过的这个真题啊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2000年的第二篇文章啊 他当时提了一个问题 来 我们用印度这个例子 想要说明啥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印度出现在哪里呢 大家看到没有 叫印度 shows what is happening 大家看到了吧 OK啊 好 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内容 是不是在谈印度呢 你看 the country 各位同学就说明 接下来内容是不是依然在谈 例子呀 唐叔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 好了 那所以我们说你来看 观点是不是应该在例子前去寻找 对不对 与此同时啊 我们说 但凡做例证题 我们就应该是双管齐下 既可以找正确答案 也可以排除干扰选项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印度这道题啊 唐叔特别 对他就轻有独钟啊 我每次用他来做这个举例 特别好用 你来梳理一下 我们首先应该排除谁啊 大家想想 对于这道题 尤其是第一次听唐叔哥的同学啊 此前没有听过方法论的同学 你首先应该排除谁 是首先排除D选项 因为D选项是不是讲例子本身印度啊 你看唐叔说清楚了吧 是不是D选项先排除 那除了排除D选项以外 还可以排除谁呢 是不是 然后在U先排除的是C选项 我说清楚了吧 因为C选项有什么 80% 你看 80% 所以80%啊 是不是也是属于在 例子当中的内容 你看 我们印度在这开始 你看到这儿还有印度 所以他们这个范围以内的都是属于例子 你看唐叔讲的是不是非常的清晰一个思路 对不对啊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 你只需要做呢 2000年第二篇文章56题 对不对 然后你开始做笔记了 啊 首先这道题是一个例子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笔记一下怎么做 我教你 然后这道题 你就也不是要勾一个选项 这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在于我们的做题思路 我们首先第一步 是根据我们的D选项和这个C选项 当中的硬度 以及80% 排除它 然后在我们的AB当中继续寻导 对不对 这是你的做题的一个思路啊 你看你计思路 是不是要干货收获的更大一些 好 然后再来看 那我们的观点在前 对不对 啊 观点在前 那观点前面说什么呢 他说 ag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opportunity for natural selection 看到了 叫自然选择 已经 diminished 自然选择消失了 好 你来看AB选项 A说 有钱人往往生的孩子 比穷人少 哎呀 跟咱们这句话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再来看B选项 说自然选择 Hudley 是否则否定啊 works 几乎已经不起作用 来 给你体会一下 自然选择 不起作用 自然选择 已经消失 所以谈论对象 都是自然选择 对于他们的 这个基本的态度 是不是都是否定啊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B途选项 完美 所以我通过这一个例子 是可以非常清晰的 给大家讲明白 我们的例证题 应该怎么做 对吧 尤其是我必须要照顾到 那些此前没有听过 唐书克的同学啊 这样这个 没有听过 唐书克的同学 这道题 听清楚了吧 能不能找我 你给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对于以前没有听过 唐书克的啊 包括我们 你要记得结合 咱们这个例子 对不对 对吧 好 谢谢啊 就是再听 自己有说过啊 对的 这疏读百遍 奇异之限 对吧 好 对啊 排除CD 就是因为例子里边有啊 当然在这方面 唐书克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 你是不是还要梳理一下啊 够听你们再记一个笔记啊 就是首先我们做题目呢 是先审题 你要判断出来 这道题是一个例子题 对不对 所以唐书特别强调 小心这个兔 还有第二点 啊 大家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啊 中间其实还有一个流程 大家是不是还需要判断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从哪开始到哪结束啊 因为你只有判断好了这个例子的开头结尾的那个范围 你才能够更好的帮你去锁定他所要支持的那个观点 他说清楚了吧 你看 啊 OK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例子啊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小例子啊 同样如此啊 那2001年的第二篇文章 他也是啊 你看 作者提到了美国的一个例子 他想要证明一个政策是合理正当的 叫justify 我说过这个单词一定要背的很很很完整 叫认为什么什么是合理正当的 对吧 啊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回到游泳中 你去定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来 我们的例子 各位同学 在咱们的题杆里边问的是美国这个例子 所以你看 在我们的定位的段落是第四段话 那么我们第四段话 其实一共只有三个句子 一句话 一是第一句话 然后最后边是第二句话 就在二 然后呢 这是第三句话 然后大家发现没有 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是不是都有美国 所以我就清楚了观点在哪里 观点肯定不在第二句 也不在第三句 应该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在第一句去找 唐叔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第一句 那重点就是第一句 我们来看第一句说的内容 叫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o some in Polish country 这个in Polish 其实就是poor的一个同一替换词 一些贫穷国家 他们必须来get over 叫做克服 我们是不是上一节课刚刚给他讲过这个词组啊 work through 克服 对不对 要克服他们已经过时了的反殖民的偏见 那这样的一个反殖民的偏见是针对谁的呢 是针对外国投资的 好 各位同学 其中有一个词组叫with respect to with respect to的意思叫 等于你写一个他们的同一替换词叫about 我说清楚了啊叫about 好 那么来 那唐叔提一个小问题 请问我们这个观点句 对于外国投资 有卡了 嗯 好 好了没有啊 好了 我呃 你们一旦说卡了 我就会会问大家啊 讲到哪了 讲到了 讲到哪里了 啊 就是with respect to 对吧 啊 他相当于about with respect to 相当于about 啊 我说清楚了啊 好 with respect to 相当于about 啊 那叫关于外国投资 好 所以我们整个的观点是第一句话 那么第一句话的核心 讨论的是关于外国投资 好 所以来 各位同学 重点来了 请问 好 大家稍等一下 那我重启一下我的这个电脑 好不好啊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匹退不上的话啊 你们也都退出 有我也退出一下啊 谢谢大家 我解释了 感谢 起床的东西 谢谢大家 第一个人 我记得 我们下转的东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是在新东方的标准的 我们前三次直播的地方都没任何问题 稍等一下 有些东西可能还在刷新 我没胖跟去年一样 其实我已经胖过了 我前段时间有意的 暑假 你想想 暑假对于新东方老商人 特别辛苦 我后来还专门去尝试着控制了一下自己 我方便面其实是我自己这两天想吃 我就很久没吃方便面 谢谢大家关心 今年没有女服装 所以你们要开心 我下次我带女服装来给你上课 好不好 但你们记得要给我 记得去我的 我的公众号去给我打个赏 或者去我微博打赏 你看我穿的女服装是什么样 好不好 好 差不多 那来我们还是回到咱们的文章当中来 再看好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过了 你看我们的每一个步骤 尽管题目不一样 你能体会一下 尽管题目不同 但是我们做题那个步骤 其实是完全保持一致的 你来看我们首先也是干嘛呢 首先判断出咱们这道题 它是一个例子题 对不对 是美国的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就是要区分一下 例子从哪开始到哪结束 于是我们就发现 在整个的第四段话里面 一共有三个句子 那例子呢 是从第二句话开始到第三句话结束 所以我们的第二句 第三句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第一句话 对不对 你看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你看啊 那第三个步骤 我们就开始重点阅读 我们的这个啊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观点句 对不对啊 好 当然啊 在这个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一个排除的方法 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选项其实很容易被我们排除掉 就是咱们的这个C3选项 为什么呢 你看 看到没有 各位同学 所以C3选项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例子当中的那种啊 所以呢 它是不是又相当于我们前面那道题的80% 就是这个例子当中的一个小细节 它也一定是我们的干扰选项 对不对 有点类似于对吧 刚才是用印度举例子 这个地方用美国举例子 对吧 印度那个例子里面有80% 那美国的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个你不认识单词 对吧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指的是叫做基础设施 对吧 基础建设 就这个词啊 所以它有点类似我们印度里面出现80%这个细节 这个是不是更加恰当一点 对吧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重点啊 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第一句话 到底讲一件什么事情 他说一些贫困的国家 你要必须去cad over叫克服 克服啊 一个过时了的对于反殖民的偏见 那你是对谁的偏见呢 这个with respect to的意思就等于about 你是在针对谁产生偏见 在针对外国投资产生偏见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以前啊 别人会认为你这个你就是用武力赤裸裸的侵略啊 这个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了 现在呢 你到我们这个国家来投资呢 其实是变向的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侵略 他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儿啊 我希望大家你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 你应该读出作者对于这个foring investment 他的一个态度 还是考你这个抓感情色彩 你看 对于他是一种偏见 你看 alter dated叫已经过时了的 听明白我意思吗 他是过时了的 你应该克服这样的一种过时了的偏见 所以我们的作者对于外国投资 他是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肯定的态度啊 是很清楚 对不对 好 因此我们是不是就选择了咱们的假第一选项 要接受外国投资 你看这个选项他怎么设计出来的 第一 他讨论的是我们的观点的核心对象 第二个 对于核心对象 给予了一个正确的逻辑的表述 或者叫做正确的态度的表述 黄叔说清楚了吗 这不就是正确选项他设计的一个方法吗 同时你还可以借助infrastructure排除 我们的这个干扰选项 然后呢各位同学你们再来体会一下 一道题你通过唐书的梳理可以不断的发掘里面的价值 你们告诉我B选项什么意思啊 B说的是叫来阻止外国资本的控制 你告诉我B选项读完以后什么感觉 你们告诉我 亲各位亲 这俩选项直接什么感觉 互为相反的 黄叔说清楚了吧 好 再来还没讲完 各位同学 你们再来体会一下A选项 A说什么呢 我们要提供这个海外的经济上的支持 各位同学 你们发现 我们确实对于我们的外来投资是肯定的态度 但是这个A选项错在哪里啊 我们说的是你这些啊 贫困国人要接受人家投资 你自己穷的叮当响 你哪有钱去提供资金给别人的海外呢 对不对啊 这个对象就相错了 一个人是对外的 一个人是对内的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儿 你们再把这个A选项 B选项 B选项 你劝一下 你们感觉 是不是唐书反复从考试的命题的角度谈到的 我们的干扰选项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呀 干扰选项是围绕正确答案来设计的 各位同学 对不对 围绕我们的正确答案在设计呀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跟着唐书啊 就是真正的走进我们的命题人 他的那个角度 你会站的一个角度会更高一些 对吧 就中国人我们讲吧 就是我们这个练功夫的时候 对吧 叫叫练你要练上乘的 对吧 叫大智得中 中智得小 智得五 你不能把自己还当成是一个考生 那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 你的水准就在这儿 如果你往上走一个水准 你再往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了 对吧 理解我意思啊 好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对不对啊 第三个例子呢 来自于来99年 也是如此啊 你来体会一下 他说一个大S的这个头盔 啊 Helmet这个单子你可能不认识 你不认识也没关系啊 他他只要是出现他的时候 各位说 这个大S的Helmet 你旁边著名 是不是相当于印度 换一个是不是就相当于刚才那个美国啊 US 理解他说的意思了吧 啊 他问你这个大S的这个例子想要说明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道题呢 他当年也非常的精彩啊 他讨论是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家就当消费者在使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啊 他如果受到伤害 那么往往呢 应该是法律站在保护消费者的一边啊 他是需要商家来赔啊 例如你看文章一开头 他说啊 这是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对不对啊 你你出门的时候呢 啊 你因为滑倒在你家的门垫子上啊 Sleeping on叫做滑倒了 Door mat叫做门垫子 然后你就摔断了腿 或者你点炉子的时候 叫light up the stove 然后呢 你把这个房子给烧了 那总而言之 倒霉 幸运的是 如果这个门垫子或者是这个炉子 Fail to 没有能够警告你啊 会有这些危险的话 Disaster 那么一个成功的诉讼案件 他将能够弥补你的损失 对不对 因为消费 我们的法律要保护弱势全体 对不对 好 下面内容唐书就不展开了啊 我们重点去找 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三题啊 他肯定不是一件文章的开游 你根据这个大S很好定位 来 到了第四段 我们看到了大S对不对 好 大S的头盔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例子 好 那接下来你看 是不是来 在这儿啊 你看 对不对 所以我就知道了 好 我们的例子 从我们第一次出现大S的地方 开始一直到结尾处 好 所以就说我们干嘛 我们不妨来先来做一个排除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来ABCD 我们先来做一个排除 对 Inmay这个地方是例子开始的 所以在Inmay之前 都可以是成为我们的观点句 对不对 好 来 各位同学 我们先来做一个排除吧 首先排除谁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首先就可以排除 非常好 B选项 很棒 你在B选旁边写 印度 有没有 是不是很清楚 你写印度 我说清楚了 写印度 好 再来 然后你在B选旁边呢 Sports 看到没有 Sports Sports啊 看到了吧 所以B选相当于什么 80%有没有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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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你看你这么分析题目的时候 我不用什么术语 对不对 我们就以题来解题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论语 孔子的中心思想 论语 论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字啊 因为他们据 据他们的统计啊 人字在整个的论语当中啊 是不是出现过了 这个应该是 是是几百次吧 对吧 至少一百多次 好了 所以什么叫人呢 朱熹讲过什么叫人 对吧 然后 后来余丹也讲过什么叫人 但是这些解释 我们都说 他不客观 那谁讲人 讲的最客观呢 是不是就是用论语里边的人 来解释人 就是最客观的呀 你看 这叫什么呢 这叫叫这个经典学习当中叫 以经 这是这是有有一个传统的 叫以经 注经 对不对 有这种讲法 对吧 所以同样的 我们把这种思路方法 用到考验当中来 对不对 我不跟你讲什么例子 你看我这么跟你解释 我说B选项 他相当于硬度 对吧 然后我说D选项 相当于80% 哇 是不是特别的精彩 对不对 就没有那些 你一听就明白了 对吧 所以而且你真的能感觉到 原来不同的题目 有共同的规律在里边 对不对 要喝水了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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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OK 好 然后我们排除了B跟D以外 你再来看一下 A跟C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 你看我们的观点就在哪里呢 看着唐叔真名的表情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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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Now出现的时候 你看 你再体会一下 这是在以前的事情 你看 以前我们法律是保护消费者的 那现在呢 你看我们的这个趋势 appears to be turning 正在发生着转变 那发生什么转变呢 随着个人伤害的诉讼啊 Claim 它可以使法律上的诉讼 还在一如既往 但是啊 我们那些法庭已经开始beginning to side with 注意 side with 叫站在谁的一边 表明了他的立场态度啊 站在谁的一边 站在谁的一边了 好 你把这个词做几号叫 defendant 什么叫defendant defendant的意思叫做被告 谁是被告啊 以前打官司 瞎是被告 消费者是原告啊 所以现在法庭已经不再支持消费者 支持谁了 支持我们的被告 也就是支持我们的company公司了 我说清楚了吗 好 你来看一下ABCD的词课 A说 一些伤害的诉讼 不再受到法律的支持 因为法律已经站在了被告一边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选A选项 你看啊 OK啊 所以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我要给大家举的关于例证题的例子 这第一类就到这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更加精彩的内容 各位同学啊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让大家能够拔高一个档次 就是例证题的变形 各位同学看好 接下来看更精彩的内容啊 好 你们看好 咱们的这篇文章 第五段话 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例子 它特殊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我讲完这道题 你又开始喝水了啊 你们等着啊 好 你们看啊 他说 而这个人 他说到 对吧 他说孩子们 哪儿的孩子 在遥远的小山村 the village around the world 全世界范围啊 那在世界非常偏远的小山村的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依然是粉丝 是谁的粉丝呢 是像史瓦辛格和布鲁克斯 这些超级继薰的粉丝呢 对吧 好 老师 这是什么 这是你旁边著名 这是例子 对不对 好了啊 那所以例子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 重要的是观点 观点有没有 来你看这个词是不是出现了 yet 非常好 yet很明显 一出来是不是就代表了一种观点的标志 对不对啊 你跟我说 你都知道了啊 yet 转着词后面往往就是观点的标志 好 那夜的后面才是我们的观点啊 来观点是什么 一些美国人 他们担心一件事 叫feel that 担心什么事呢 移民 什么的名移民 后面是现在分词做了一个后面定语啊 你要翻译说 你是不是叫从前往后翻 从后往前翻叫 生活在美国的移民 他们怎么样 remain somehow eminent 好 有一个单词叫eminent 这个单词呢 你看 定前缀 im 所以他的意思叫做不受影响 我相信大家背过一个意思 对叫免疫 你看免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受那些病毒的影响 对不对 叫免疫 对吧 细菌啊 病毒 你不受他影响 对吧 好 所以email他最广泛的一个含义叫做不受影响 他说 他们特别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移民 移民不受这个国家同化力的影响 assimilating 我们第一题就已经讲过了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yet 这个yet 后面的观点 是想要说 这个美国国家的同化力的作用大还是小 您告诉我 yet 后面要表达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想要说明的是他的同化力的作用是大还是小 我再把这个句子给你读一遍啊 他们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移民 他不受同化力的影响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我每次我就把一个你熟悉的概念再跟你说一遍 你们不受唐叔的影响 说明唐叔的影响力是大还是小 您就告诉我 你们不受唐叔的影响 说明唐叔的影响力大还是小 是不是说明小 你不受我影响 是不是就说明他的影响很小啊 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因此各位同学 你注意了 yet后面其实是想要说明这个美国同化力的影响很小 不不不担心 担心他很小啊 担心他就是小啊 他就是小 没错的 我我我讲这个担心啊 担忧 害怕担忧不是否 害怕担忧不是否定啊 害怕担忧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翻译为认为啊 是不是就把它翻译为认为 你看我举个例子啊 我担心啊 我担心你们 你们哎呀 我这个例子不能随便举啊 哎呀 我也举 我怕你们有意见 我担心你 我担心有的同学考不上 是不是就是 意思就是我认为他考不上了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给我同学 对不对 所以担心他就是一个肯定的逻辑 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 好了 我说清楚了啊 所以他这个yet后面其实表达的就是 你不受这个同化力的影响 所以说明他的这个影响力很小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ABCD的选项啊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他是提到阿诺德什瓦辛格和布鲁克斯 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是为了说明正确答案 第四选项 为了说明美国文化强大的影响力 好 这道题 诶 唐叔啊 他跟你刚才的分析怎么刚好相反了呢 注意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选第四选项 有同学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呢 好吧 这个地方不矛盾 各位同学你们听好 我们其实把逻辑啊 划分到最简单的一个特点 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 此前我们无论是在 有些是不是就懵了呀 对不对 好 你们先不要留言 先听唐叔来讲完啊 我们此前呢 看到了印度的例子 看到了美国的例子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大S的例子 你们体会一下 这些观点和例子之间啊 他们的一个排列的顺序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观点在前 例子在后 对不对 然后呢 观点它确实也有一个转折词 来提示你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那这个观点和这个例子之间的逻辑 是不是可以划等号啊 是不是说明这个例子 就是用来说明前面这个观点的 唐叔说清楚了 这一点听清楚的打一 你们先自己不要随意留言啊 不要随意留言啊 你们就跟着唐叔结构完 好 OK 那在这呢 我们能不能啊 我们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再进一步的简化一下 好 一个是观点 一个是例子 前面往往有转折词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不要再去看什么观点 什么例子的概念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不就是前后两句话吗 一个叫句子一 一个叫句子二 所以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就可以画等号啊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是不是刚好把它掉了一个个 例子在前 说法性格 然后观点在后 然后中间用yet 进行了连接 所以大家就是能够明白了吧 这个例子 它要说明的观点 和后面这个观点之间 是相同的关系 还是相反的关系 是相同而相反 是不是相反啊 所以因此 前面这个例子 它的观点应该和后面这个观点之间要取凡 是马上就能够想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后面说啊 我们担心啊 它的影响力太小 那说明它前面的例子 其实要说 它的影响力很大 两者之间用一个yet 来转折 好 然后 如果还没有听懂的同学 我们再来一次 你不要再引入观点 或者是例子这个概念了 它不就是句子一和句子二的关系吗 那么两个句子中间用yet 它来进行转折 对不对 OK 好 OK 我说清楚了吧 多同学 好 到此为止 好了 唐叔再来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好了啊 我说 这个姑娘眼睛大 辫子长 这是一个典型的举例子 不对 各位同学 然后 但是 是不是相当于yet 但是 它不是我的菜 那我请问你们 请问这个姑娘眼睛大辫子长 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的 你们告诉我 它要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 它本来 应该是我的菜呀 它很漂亮 它应该是我的菜 是不是就是把后面这个观点进行了取反呢 我说清楚了 各位同学 我不能讲的再清楚了 有没有 我不能讲的再清楚了 有没有 可以喝水了 我告诉你 好啊 再来 好再来啊 所以因此 我们倒回去 刚才这道题 有没有还没听懂呢 我觉得我真的不能讲的再清楚了 所以这道题 你一定要小心 我们今后再看到观点 就是例子提着手 我们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什么 最需要引起注意的就是 但是这个观点和例子之间它排布的那个顺序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当例子在观点之前并且两者之间出现转折词 对不对 OK啊 好 OK啊 这个 李璐同学如果还觉得难懂的话 你就把唐叔刚才的这个中文的例子啊 你再好好的体会一下啊 OK啊 OK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观点是想 你看这个yet后面说的是 影响力很小 所以前面这个例子 他想要说明的是影响力很大 你要将两者去取发 对吧 好 如果这一道题你们听懂以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 真正的难度 我今天讲了那么多例子题 其实都只是为了做一个铺垫 是为了来2008年的第四篇文章这个例子题做的一个铺垫 好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 这道题啊 因为刚才的咱们的06年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他出的还不够有难度 是因为他的干扰选项的迷惑性不是很大 但是08年的这篇文章 他就突破了这一点 他把整个的例证题的难度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啊 好 好 我们首先来看啊 这篇文章是乔治华盛顿 他的这个牙医被提到是为了干嘛的 好 你们把这个to做记号 所以呢 这是一个例子题 对不对 我们根据这个to 我们明白了 他是例子题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乔治华盛顿的牙医 他在哪里啊 他说 1784年 在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的五年 乔治华盛顿已经52岁了 先不要留言啊 先不要留言 你们跟着 那道题已经过去了啊 你们听完这篇文章 也许你会对上一篇文章的那个解题思路又更加的清晰一些啊 就是跟咱们练听力题一样啊 你不要 一段话已经听过去了 你还沉浸在上一道题当中 那你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吧 损失会更大啊 好 先不要讨论上一道题 好 跟着逃出来啊 好 他说1784年 在他成为华盛顿总统以前 乔治华盛顿52岁 他已经 newly toothless 他已经没有牙了 所以他就雇了一个牙医 移植了九颗尺到他的嘴里 那么其中这些牙啊 这是一个破绸号啊 having extracted extracted from the mouth of his slaves 这个牙齿是从他的奴隶的嘴里边拔出来的 太好了啊 你看 这个有听说了 好残忍 好残忍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根据这个例子来体会出来的呀 所以呢 我们说过考验一度拒绝任何这种主观的推理 你来看 其实有个单词啊 他说 哇 这说明当年在他那个年代 奴隶制 cruity 叫残忍 还有A选项 是说明当年的医疗啊 非常的primitive 非常的原始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的A选项和B选项是还都可以排除 旁边注明他们都在讲 B字本身非常好 对不对 好 那排除掉A跟B以后 我们需要在C跟D当中进行一个选择了 好 我们在C跟D的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来找正确答案 因为第一段全都是例子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就在第二段话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段话 第二段说什么呢 That's a far different image from the territory chopping George Most people remember from their history books 他说啊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那么什么的形象呢 大多数人 从历史书当中所了解的 华盛顿的这个叫 cherrytree chopping 叫砍樱桃树 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就以前啊 我们有一个故事对吧 就说明这个华盛顿非常的诚实 砍樱桃树 所以你就知道啊 历史它永远只讲我们伟人的好的一面 对不对啊 好 但是这个就跟我们从历史书当中了解的是截然不同的了 好 观点具有没有 有 你看 我相信很多图学一定不会放过一单词叫but 你看 说 但是 对 也有什么面临打破花亭的事儿对吧 还有面临和什么卫兵的故事对吧 都有啊 但是 最近来 许多的历史学家却开始关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关注什么呢 focus on the real slavery plate 他们关注的是一个角色一个作用 谁的角色谁的作用呢 奴隶制 是在founding generation叫建国一代 华盛顿建国的国父这一代人 那个时期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 好了 所以这个but后面的观点呀 是不是也很明确呀 好 你来看一下我们的c 我们说这道题 华盛顿的牙医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这个c说 是为了强调奴隶在美国历史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扮演的角色 c学校 帝上说 他揭露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好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明 这道题当年无数的同学选了c选项 c是一个错误答案 所有选c的同学啊 来赶紧 赶紧 选c选项的同学 赶紧打上一个X 你你记得把这一道题和2005 6年那道题到时候放到一起来比较一下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为什么错了 好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请问你们 第一段 第一段是例子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 but肯定是观点句 没错 肯定but 短着词后 肯定是观点句了 好 来 第二段 至少在but那个地方 but是不是已经是第二句话了 那第一句话 我请问你 第一句话 它是观点还是例子 我就问你们 第一句话是观点还是例子 第一句话是观点还是例子 第一句话当然也是观点啊 各位同学 它怎么能是例子呢 如果它是例子 它不就应该放到第一段里边去了吗 它当然也是观点啊 它的观点在哪里体现出来的 你来看 一方面 如果它是例子 它就应该放到第一段去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说观点句 往往带有感情色的极其强烈的词 这是什么词 副词 这是什么词 形容词 副词加上形容词 它还不是观点句吗 各位同学 我说清楚了呀 注意啊 That is你看系动词主系表结构表示什么 观点呢 各位同学 对不对 好了 主系表结构表达强烈的观点 好 再来 我们再退一步讲 各位同学 你再看看 如果你要选C选项 你又犯了一个什么毛病 如果你要选C选项 C选项就是对应了我们的but 后面这个观点 这是没错的 你刚刚不都学过了吗 例子在前 观点在后 然后两者之间用but来连接 那这个例子和这个观点之间 是不是至少要去取反呢 唐书说清楚了吧 你刚刚学的哟 你是不是刚刚学了 对不对 你看 好 对 所以我们这一个例子 他不就是用来说明我们这个观点 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转折吗 你看 这两者没有任何的转折 他不就是为了说明这句话的吗 这是一个完全与我们在历史书当中 所学到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样子吗 是不是就是揭露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们只是我们为人知的一面 是在历史书当中学到的 而现在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第一选项 对不对 好了 因此我们一起来看 我把这一篇文章的结构给你抽象出来 第一段话 它是我们的例子 你再来看 然后接下来第二段话 二段 一句是我们的观点一 然后二 but 观点二 各位同学 你说这个例子它是支持谁的 毫无疑问 这个例子一定是支持说明我们的观点一 而不可能是观点二 我就给你抽象了这样你是不是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所以各位同学啊 所以动不动你听了有老师想 but很重要啊 你不认认真真去仔细的分析 不因地质疑 对吧 不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but反而成为了你的最大的干扰 当时说清楚了吧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再把这个例子给你们进一步的深化一下 好 各位同学看好 接下来见证奇迹 各位同学看好 我举一个更加深火化的语言 同样就是这个观点啊 你看 第一段 我们第一段讲一件事 我们第一段讲什么呢 我第一段讲啊 这姑娘 他眼睛大 他辫子长 对吧 辫子长 哎呦 我这字写的真是 好 这是第一段话 好 第二段讲 哇塞 他好漂亮 各位 他好漂亮 好 然后 但是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好 各位同学我问你 那第一段 请问 我第二段问题 请问这个姑娘眼睛大 辫子长 她是为了说明什么 她是为了说明不喜欢 还是说明她很漂亮 清不清楚各位 清不清楚 我这么讲清不清楚 是不是跟这篇文章结构一模一样 你怎么会错 漂亮 我靠 喝水 太清楚了 我跟你说 我每次讲到这条题 我自己都会嗨起来 怎么可以讲得那么明白 优秀 太棒了 全宇宙 最棒的 好 OK啊 其实就讲课呢 就是我永远在想 我每次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 不在这个题多难 而是在要把道题讲清楚 它特别难 那怎么办 我每次会绞尽咬枝啊 就唐叔不会讲段子 但是唐叔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倒入 我如何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给你简单化 其实就是把考研啊 这些它很有专业背景的一些东西 我把它摘掉 然后我用一些大家生活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 给你替换进来 你一下就能读读 对不对 你一下子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好 所以通过这一道题啊 各位同学 这个今后各位同学啊 来总结才是最重要的啊 来收回来啊 总结总结 最重要啊 就是阅读的本质是逻辑 我们甚至可以脱离了观点 脱离了句子本身 你就看他们之间是相同的 还是有转折相反的逻辑 对不对啊 那么当然我们针对例证题而言啊 所以大家以后就特别小心了 对于例子题而言 特别小心 我们的例子在前 然后呢 后面给了一个观点 但是这个观点和例子之间是有用转折词来进行连接的 对吧 however 这个就是你要去记笔记的内容 对吧 这是你要特别小心的啊 OK啊 就是前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唐书那个经典老题单啊 那经典老题单呢 我们就没有讲到这一块 因为当年还没有出到这么高深的一个程度啊 好的 好那最后一题啊 最后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题就比较简单了啊 他说作者啊 在作者看来啊 我们把移民吸纳到美国社会当中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 好你来看最后一段话 他说那那那那那在此当中我们是否会存在一些分歧呢 啊啊 devisive issues 对吧 issue我说过 他往往专门指的不是一般的事件 而是充满了争端的事件 有争端的事件 好 这个唐书真的啊 我为了你们 我我我我今天到处打电话找别人去去借这个 哎 这个这个surface的笔了啊 我希望下次我这个能够能够自尔写的好看一点啊 OK再来 哎 这个你们不要贪多啊 啊 第二篇文章还没讲就快下课了啊 你别贪多 你跟着唐书 你 我表面上是不是就讲了这一篇文章 实际把整个考研文章的一种提醒跟你彻底分析透啊 对不对 我们不贪多 不要求素 对不对 讲一道题就有一道题的收获 对不对 我讲一道题 是不是抵得上别人去 你自己做十道题做一百道题啊 对不对啊 这不就够了吗 对吧 我们不再多而在精 对慢慢来比较快 对吧 好 你最后来看 我们是否会存在一些争端的 你不然各个民族大融合啊 对不对 价值观啊都不一样的 那会有争端吗 对不对 你看 是不是打问号了 各位 你关注了吗 各位同学 关注了问号 你但凡你们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 没有关注问号的都属于不合格 我说我唐叔教你二刷 怎么说二刷 对不对 所以问号后边的内容回答 才是你的关键 对不对啊 你所以没有关注问号的同学 这个地方你都算不合格 好不好 都该给唐叔打赏 好 再来 他说 it's a big enough to have a bit of everything 他说足够了 扭争端没关系 美国是一个足够大的熔炉 他足够大到包容一切 对不对 好 就这个啊 你看 最后啊 today social induced huddling 他没有表示否定 没有说明他是不好的 我就这么方法 Duck 是不是叫不好 Deteriorating 叫恶化的 他没有不好 是不是就这个 所以各位同学 你再结合我们前面的 来 啊 我们问的是作者态度 那当作者态度没有明确提出的时候 你要干嘛 我们讲了作者态度的时候 文章的框架 是不是要梳理一下 各段手句啊 尤其是各段当中的感情色彩 强烈的形容词 副词还有转折词啊 好 一起来梳理一下 第一段一上来说 说什么 amazing 对不对 好了啊 第二段说什么 移民 quickly fitting into 迅速的融合 然后呢 考虑其中的三个因素 所以第三段 第四段 都是第二段的一个展开 到了第五段 好了 这个人举了一个例子 阿诺德什瓦辛格 他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 到最后呢 他没有带来 任何的不好 所以作者对于移民的啊 融入到美国 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态度 好 你来看一下正面态度 首先 harmful 排除 futeless 也排除吧 你看这两个都是典型的感情色彩 强烈向下的 对不对 好 那最后剩下的是A跟B了 B叫做成功的 好的 A叫做有回报 有成果的 各位同学 你在这两个选项当中 你赶紧是不是再做笔记啊 我们的考研的正确答案 不是你 不是你选出来的 而是你比较出来的 所以在A跟B当中 你比较一下 你是选有成果的呢 还是说他是成功的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融入中 有没有说有什么成果呢 他没有说他有什么成果 就是说他是好的 对吧 amazing 对吧 他至少不坏 你看 各位同学有没有体会到 我们整个的文章的箭吧 你看 你们还记得到 我们前面还谈到了 你看 which may not be altogether elevated but is hardly poisonous 这个概念是不是反复 到我们的最后头还在强调 but hardly dark deteriorating 你看 他就在讲这个逻辑 他的逻辑是什么 听好唐书的分析 叫他好 他没有不好 他没有不好 他好 是这个逻辑 好清楚有没有 所以咱们这道题选择的是对处选项 啊 哇 哇 一口气啊 你让这唐书一下 一口气跟你讲了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啊 OK啊 OK啊 好 就是你们让我休息 休息一会儿啊 稍微休息喝口水啊 要继续哦 我怎么不继续哦 不继续 反正没关系啊 讲不完我们就加课嘛 对不对啊 我到时候告诉大家 我加课的时候 我直接就加两个小时一节课 对吧 我跟这个呃 这边那个新中央威克堂的同事 我们说明一下 就直接加两个小时一节课 这样的我拖堂就可以拖到两个半小时 良心啊 各位 天地良心 对 至少三节我跟你说 至少三节给你加 哎 想想我头大 啊 哦 罗汉班是标准 就跟咱们这一样 罗汉班是一个半小时 都是一个半小时 一节课啊 但罗汉班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个这个 没有那么多拖堂了啊 因为到了后期 你肯定拼效率 对不对啊 罗汉班讲什么 罗汉班就是 就是特殊的新书 阅读的逻辑 我们以2010年 咱们这儿不是05年到09年吗 然后呢 我们那个罗汉班是2010年到17年 18年 啊 18年的 我们把这些年 我们不是刷题了 我们是把它重向来讲 就是按题型分类 就是相当于一个串讲 我就帮你们把这个题型分好了 就里面所有的立状体 啪给你们录一遍 对吧 然后所有的中心思想 你啪又给你录一遍 这样你会发现 哇靠这个套路好清楚啊 哇靠这个套路 太明显了 哇靠我要喝水呀 就这个啊 OK啊 要讲要讲 先撤的 有事儿就到时候看回放啊 没事没事啊 没有499 跟咱队一样的 399 399啊 能早点开课 哎呀 这10月10月1号吧 好像9月30号还是10月1号 就很早了 这很早了 各位 你那个10年到这个 17的真题你们都做完了吗 各位 是英语1英语2通用的 里边既会举英语1的例子 也会举英语2的例子 然后让他明确的告大家 英语1跟英语1的方法是相通的 那么英语1和英语1它的难度差距 其实是在文章本身 而不是在题目本身 OK啊 就这个 所以没做完图片 你们就赶紧啊 好 我真的就休息三分钟啊 我的五分钟都不休息啊 哎呦 我接着讲课啊 OK啊 你别后悔全程班啊 全程班唐叔那个 那个录的那个视频录的挺好的啊 录的 而且那是非常适合于反复回放的那个啊 OK啊 好 再来啊 都看哭了 对吧 真的讲得很好啊 尤其今年这个 我更新了这个 从10年 11年 英语2的 12年 对吧 我都更新了 对吧 这前三年的讲的就是 用生命在讲课啊 OK OK 全程班 我不知道你们全程班的 有徐刀老师吗 徐刀老师的政治课 OK啊 有徐刀老师的政治课那政治不会差的啊 对啊 徐刀老师那个动不动就吃包子对吧啊 毛宗特啊 毛宗特我不知道吃不是包子啊 徐刀老师讲的好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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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啊 这个我们的涛涛啊 涛涛 OK啊 对吧 啊 你看毛宗特就讲什么啊 资产阶级很软弱对吧啊 这个农民农民阶级很软弱对吧啊很软弱啊这道题很软弱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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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脚干啊 看你们都没少看啊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首先来串联一下咱们的提干信息啊 好 首先 通过前两段话啊 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的结论 好 各位朋友 你看你们记得在2006年第二篇文章旁边你们注明2004年的第四篇文章好不好 呃 他都是典型的会两派对立的这种方式来展开我们的论述好 然后呢 第二题他说我们能够从原文章中第三段话推测出什么 你看你看 每道题他的定位点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再来看第四 我们能够从第四段话啊 然后猜一个词啊 叫做他们一直在哭穷 对吧 叫有一个哭穷的叫crise pool哭穷的传统对吧 好 再来看第四题 啊 他说根据我们的这个townsfolk啊 对于我们的小镇居民而言 rsc 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subsidy补贴其原因 啊 最后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能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作者怎么样了啊 好 首先一起来看 好我们的文章一开头问你前两段话在谈一件什么事啊 好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特别难个人这篇文章真的不是很很难啊 好 首先他说 stray forward on heaven 亚方啊 亚方啊 亚方就是这个众所周知啊 一个是那个亚装 亚方有一个化妆品对吧 然后呢 他是沙士比亚的故居啊 他只有一个产业就是沙士比亚 but there are two distinctly separate and increasing hostile branches 好所以一上来啊 开中民意各位 但是呢 他就有两个截然分开的separate 而且日益叫increasingly 你看这个感情色彩啊 极其的浓重 对吧 是有具有敌意的brunches brunch指的是分支分叉 两派人 所以一上来就告诉你 这篇文章也会讲两派人在做斗争啊 水火不容非常好啊 那下面分别展开来介绍 一个是rsc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第四题的提干信息 对吧 叫做皇家沙士比亚公司 那这家公司要干嘛的呢 来 他是用来呈现非常夺月的沙士比亚的作品 在他的戏院 各位同学 读完了我们的这句话以后啊 你看我们的最后题是不是就问你 这篇文章讨论两派人 那作者他是站在谁一边的 对不对 好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哇非常棒啊 哇好我我我都要哇靠了哇靠哇靠啊 感谢你们 真的我觉得对老师最大的回报就是我们的同学们 他真正掌握了老师讲的内容 对我们是不是要关注这个男子 当你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就已经清楚了 我们的作者对于 RSC 他的这个态度应该是肯定的 他们说清楚了吧 你看 是不是就这一点呢 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他对他的敌对的另外一边呢 是不是就是负面的了 对吧 好了啊 好 往后来看 然后呢 然后呢 And there the town folks Towns folks 还有小镇的居民叫Towns folks 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large live off 所以咱们这道题啊 我说很多同学没有作对是因为不认识这个词组 来痛定思痛吧 各位同学 你们是在旁边著名 背单词 一定要被词组 那么live off的意思 你不要想当然了 他和live on 老师一个on一个off 是不是一个反应词呢 不对 他就是一个同意词 live off 就等于live off 叫以什么什么为生 对吧 他们是以这儿的游客tourist为生的 那这些游客他们干嘛来了的 他们来这儿不是来看戏 而是来参观的 对吧 参观一些风景 other sites 对吧 好 以及其他的风景 好 那然后来看第二段一开头 他说The Worsi Residence 他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令人尊敬的小镇的居民 哎呀 你不刚说了关注我们的感情色彩啊 他其实也是一个正面含义 但是待会你往后读的时候 你就不难发现 这只是作者在酸他们 就这篇文章的作者在酸这些小镇居民 啊这个residence小镇居民 你看是不是就等于towns for 这一类人啊 这是一码事啊 他在讽刺他呢 所以Worsi除了叫做有价值的 以外他还有很重要的意思 叫做值得令人尊敬的啊 好 你来看他干嘛呢 他们在找这两派矛盾冲突的原因 因为这派人他们like doubt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doubt 叫怀疑 怀疑记为否定 这个是否定啊 赶紧记比记啊 怀疑记否定 我们上一次是不是给大家辨析过一个词 做梦的那种 把 doubt 和谁做了一个辨析 和 suspect 做了一个辨析 对非常好 所以 suspect 表肯定 对吧 我们直接把它翻译为叫认为 而 doubt 表否定啊 他们不认可 你就这么翻 他们不认可 这个戏院给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哪怕一遍 他们不承认这件事情啊 所以真论的焦点就是谁到底挣到了钱 然后呢 他们非常公开的提示了我们的皇家沙士比亚公司的演员们 因为这些演员他们都留着长头发长胡子穿着拖鞋 对吧 然后制造了噪音 好 最关键的一点 来了 各位同学啊 各位同学来看好 It is all deliciously ironic 这是一个你看他还怕 他还生怕感情色彩不够强烈 他用了一个单词叫deliciously ironic Ironic叫做讽刺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啊 赶紧记一个笔记啊 我看有同学掉线了啊 来赶紧记笔记 每当我们看到 大家已经连续看到好几次 副词修饰其用词 对吧 好 但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deliciously啊 叫做美味的可口的好吃的 我请问你们 他的感情是偏偏偏向上还是偏向下呀 毫无疑问 应该是向上的对不对 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他只是一个复词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你注意我们记一个笔记啊 这个不是负负得正的关系啊 因为复词是用来修饰学用词的 所以请你们听好 形容词决定了方向记笔记 形容词决定了方向而复词决定了程度 我说清楚了吧 对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呢 你看叫不好 所以你把程度进一步的加强 叫他非常的不好 叫嗒嗒的坏了 你记叫嗒嗒的坏了 我说清楚了吧 这个笔记很重要 赶紧各位同学记笔记啊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我们要这么来翻译他 对不对 辛辣的讽刺 当你意识到沙士比亚他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而正是沙士比亚养活了这些小镇的居民 所以无论从感情色彩 还是这句话本身表达的意思 你是不是都可以能够体会到 这帮小镇居民他在嘲笑谁 他们在嘲笑演员 而沙士比亚就是演员 而正是沙士比亚养活了这些人 所以是不是叫做忘恩负义 我说清楚了吧 各位 所以因此我们整篇文章的基调 在一开始已经变得很清楚 我们有两派人 而作者只支持青春党叫沙士比亚公司的这帮人 而特别讨厌小镇居民 你起来看ABCD的四个选项 通过前两段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啊 小镇的居民他们否认了我们的皇家沙士比亚 给小镇的收入啊 做出了贡献 你看当你把这个唐叔跟你讲过的 DELTA的逻辑关系表达否定的时候 这就是你答案 一定不会错 这就是A选项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BCD错的原因啊 B说啊 我们通过前两段号得出个结论 我们的演员什么的演员呢 就是皇家沙士比亚的演员 他们在台上和台下都在模仿沙士比亚 各位 大家体会一下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对不对 而你们发现没有A选项是什么 他是和我们整个文章讨论的中心密切相关的 所以啊 有好多老师说 老师啊 这个呃 我们的原文中说他们只是在台上模仿 没有说台下也模仿他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够大气 他这么解释也对 对吧 原文中也确实是说啊 他们的留在长湖 他没有说在台上台下 但我个人认为一旦你利用细节服从处指 答案不是选出来是比较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放在A选项面前 B选项 无论对错 他都来写弱爆了 各位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弱爆了 他根本不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话题 你是否去模仿沙士比亚 听清楚了吧 听明白答异 一定要体会啊 就为什么真的有同学真的是有体感的 这就是体感 就做题他真的有感觉 体感好 好 我们再来看C品 C说 皇家沙士比亚公司他有两派 关系不和谐 各位同学旁边偷换概念 是很明显偷换概念 我们不是说这个沙士比亚戏剧公司里面有两派人 我们说是这个小镇有两派人 对吧 再来看地铁下 这个小镇的居民他在旅游业叫Tourism当中 LITTLE没有挣到钱 我们有人说了 他是LIFE OFF 以旅游业 以游客为生的 所以地铁上和我们意思原文相反 大家想想 咱们这个地铁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真的是命题人站在同学们的角度 他说你不认识LIFE OFF 对不对 你们可能认识是LIFE OFF 然后你们就自作聪明的以为这两件事情是相反的 所以就选了一个LITLE 对不对 各位同学 你看这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 他就设计了一个干扰选项 所以我们说过 我真的很佩服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设计得好不好 我觉得设计得特别的有水平 对不对 他真的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然后似乎在人中又有点依据 好 再往下来看 第二题 对 站在命题人的角度 所以今后各位同学 我们 各位同学 我提醒大家 你们以后在二刷文章的时候 你们就不在乎 这道题选什么了 你们就开始站在命题角度 你开始去分析 去玩味我们的考验真题 好 好 我们讲完第二题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来讲第二题 第二题是一个重点 叫推理判断题 对吧 我们能够从第三段当中什么 好 一起来看啊 他说 他说 这个 他说游客 Stream指的是那个人流 水流 对吧 没有 截然分开 看风景的人 Sight Sears 你注意一下这种构词 看风景 Sight叫风景 Sears 看风景的人呢 他们乘出而来 然后take in take in 这个词组也叫参观 他们参观了这些风景以外呢 Don't you really see the place 他们并不看戏 对吧 并且呢 some of them are even surprised to find a theater in street court 甚至感到惊讶 哇靠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戏院呢 好 再来 however 好 做上一个重点的记号 然而 看戏的人 叫playgoers 啊 你看一个叫Sight Sears 一个叫playgoers 他们却 要看一些风景 对吧 好了 就是看戏的过程 我们看看风景吧 然后各位同学 重点来聊 强调剧 哎 我们就是做真题 讲真题 练真题到今天 你们有没有体会到 我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考研文章里边 一旦出现了强调剧 你们自己总结一下 强调剧往往就是我们出题的重点 有没有发现 对 那他背后的命题逻辑是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解释过 一篇文章只分成两种信息 一个叫做重要信息 一个叫做次要信息 那我们的命题人是倾向于对文章的重要信息出题 还是次要信息出题 我们的命题人一定是倾向于对文章的重要信息出题 所以强调剧是不是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重要的内容 你看这两者之间前后的因果关系 我说就给大家解释清楚 就为什么 你看上唐书的课的原因 就是我会把一个结论 不仅给结论 我也把它背后的原因给你们解释清楚 这样你用起来说就比较踏实 对不对 他说正是这些看戏的人 他带来了小镇的收入 因为他们需要在这过夜 对不对 一般就过了个四五晚 那么过夜才是重点的消费的时候 对吧 你看pouring pouring 叫做倾盆而下的大雨 那他才就要指了一个动作 对吧 好了啊 他们把钞票倒下来了 就跟下雨一样的倒到了我们的这些旅馆里边了 参观完一切以后 日落以前get out of the town 就离开了小镇 对不对 所以通过第三段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选项 他说看风景的人 他们不会参观这些地方 人家看风景的人 他肯定要看这 对不对 所以肯定 而且他说的是他们不会分开来参观 我们并不知道人家是一起参观 还是分开场 对吧 好再来看B选项 比如说我们的来看戏的人 他们花的钱要比看风景的人多 因为他们要在这过夜 他们要把钞票倒下来 是不是就这个B选项 好再来看C选项 C说看风景的人 他们购物比看戏的人多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shopping在我看来 是不是有有点类似于叫spending 你再来仔细体会一下 是不是无论是B选项 还是我们的C选项都在谈 谁花钱多的问题啊 是花钱的问题 那B说看戏的花钱多 C说看风景的花钱多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两者之间是也是互为相反的 你看唐书一分析 哇靠 全是套路有没有 好再来啊 B选项 他说看戏的人 他们哪也不去 他们只看戏 明文中明确告诉你 人家除了看戏 还有看风景 但是归根结底 你们有没有发现 A和D特别好排除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细节服从组织 这个原则太好用了 我们整篇文章啊 后面我们还没有讲到 大家其实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两派人 他们纠结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谁到底给这个小镇带来了钱 你有没有发现 钱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中心 所以A跟D连中心的边都没有沾 所以一定是要排除的 只能在B跟C当中去寻找 对不对 这就是分析我们的文章啊 好所以到此为止啊 我们选择的就是咱们的B2选项 肯定是看戏的人 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强调句 然后呢 来 各位看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 推理判断题 什么推理判断题 infer imply 包括提供里面出现may suggest 或者conclude learn from 那都是属于典型的 叫推理判断题 那推理判断题的正确答案的特点 第一 优先选择 与中心也就是阻止接近的选项 就是你的正确答案 其次我们分析了历年的考试 发现 转折处 才是涉及推理判断题的常用考点 所以我们经常说 Bud重要 Bud重要 Bud很重要 其实它是针对推理判断题而言的 你看对于别的题它不一定是那么重要 但是对于推理判断题 一般我们推理判断题是不是会换一个范围 通过哪一段 对不对 你能够推测出什么 好如果碰到这种题型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特别灌里边到转折处 唐书说清楚了吧 我已经说的很接地气了 对不对 OK 对 那个世界上可以理解没有提到 因为它确实没有谈购物的问题 可以理解没有提到 唐书只是说你们换一种思维方式 来思考 所以唐书喜欢的 就是我 我不停的不停的都在 我说过我不会讲笑话 但是我可以把一道题 讲出花来 对不对 讲出亮点来 就是我永远不用一个维度解释一道题 因为一个维度啊 它不保险 你可能想得到 那这道题你就能做对 万一想不到呢 你能不能换一种维度的 也能够保证你做对题 对吧 这篇我让讲完讲完 但是这个 我下一节课来讲啊 这个 下下一个继续来讲 因为马上到后面 我们今天有点卡 他后面会卡的很厉害啊 就是这个我们系统它的设置啊 OK啊 咱们这道题结束 咱们就下课啊 好咱们这个意欲为敬啊 谢谢你们啊 我觉得这个你们对我最好的肯定就是愿意来上我的课啊 你中途不掉线就是我 不是不掉线 你中途不离场 是我最开心的 我每次开 看到你们这个还没下课 你就怕妈妈都走了 哎呀我就 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网红的老师 我最怕的就是 就就就怕走光啊 我特别怕走光啊 各位啊 哈哈哈 好啊 好 OK啊 我们今天到这儿啊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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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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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